青春期的孤獨感往往是自己給的 勇敢的躺開心房就會發現 世界並沒有自己想像的灰暗 大家好,我是沙丁魚 真的是很久很久沒有上片了 這裡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那廢話不多說,我們趕快進入主題吧 這次要介紹的人物是 Rigaiton Saki 偶像暱稱為二號 生前的Saki是一位暴走族隊長 或許連他自己也沒有想過會成為偶像 雖然平常總是帶頭搞事 但在隊員們遇到問題時 總會第一個衝出來 不過如此煞爽的他 也有還未長大的痕跡 影片內容包含第1、2季的劇情 如果害怕爆雷 不妨在離開之前點個喜歡支持一下喔 剛復活的Saki並不在乎自己成為殭屍 反而對於偶像感到莫名其妙 不過這反應好像也挺正常的 突然被復活又被要求成為殭屍 這才是最真實的反應吧 而看到原因像乖寶寶那樣 聽從星太陽的指示 也讓Saki感到渾身不自在 接著一團人參加了佐賀成舉辦的音樂會表演 但整個現場簡直慘不忍睹 除了原因是一個人在撐場面之外 還要防止僵屍身份的曝光 可Saki只覺得 可以把頭拆下來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根本不管現場 最後受不了的原因 與Saki爆發激烈的Rap對決 當時的這段Rap 基本奠定了 佐賀偶像新翻黑馬的實力 但深入去了解之後才會發現 這段說唱不僅是情緒的宣洩 更像是生命的希望與死亡的絕望之間的正面衝突 死亡後的一無所有與重生後的物是人非 就像是無形的牆包圍著眾人 而陰的話語就像是黑暗中的光芒 讓Saki看到希望並醒悟 既然無法以暴走族稱霸全國 那成為偶像稱霸全國不也挺有趣的嗎? 隨後Saki以自己曾經當過暴走族隊長為由 成為法安秀秀的隊長 雖然Saki的個性粗魯有愛搞事 但只要同伴有麻煩 他總會第一個衝出去 從暗漢純屎吵架 莉莉受到驚嚇或危險 甚至是因找到記憶的線索而內心焦躁時 都可以看到Saki對他們的關心與照顧 而在第一季第九集時 反而秀秀在公園遭到暴走族的刁難 雖然對方被Saki威和的表情嚇跑 不過同時也發現對方的身份 就是自己生前代言的怒羅美暴走族 而帶頭刁難的人正是自有的女兒萬里阿 回到家之後 Saki也想起曾經和自由粒子談論過的未來 在那個未來裡 Saki會帶領著陸羅美懲罷全國 可粒子卻打算頻繁地度過一生 不想讓自己的孩子也踏上暴走族的老路 聽到粒子口中的平凡 Saki則表示完全無法理解 之後粒子也成功組建家庭並生下萬里阿 但子終究保不住火 長大後的萬里阿發現母親誠是暴走族的事實 更對母親放棄暴走族的尊嚴相當不解 可萬里阿並不知道 母親的自由就是死在一場無聊的遊戲之中 直到現在 粒子依然對這件事感到後悔 而之後Saki代替萬里阿完成一場無聊的較勁 但看著Saki一臉沒事的走向自己 粒子忍不住將這二十多年來的後悔 輕觸在這一拳上 除了無止盡的擔心 更多的是對自己當年的軟弱感到氣憤 如果當時強硬的阻止Saki 是不是他現在還可以站在自己的身邊 經歷這段故事 我們才更能感受到Saki的溫柔 他曾經也是最渴望回到從前的人 可他也清楚 這輩子是無法再和自由相認 但卻為了守護粒子心中那個平凡的未來 而決心要讓萬里阿脫離暴走族 儘管自己不能站在他們身邊 也仍然希望他們母女都能得到幸福 時間一轉來到第二季 準備重新出發的凡秀秀 決定參加電視節目來賺取資金 而一起參與拍攝的 還有佐賀的傳說搖滾之星白龍 出道至今三十年 依然深受Saki那代人的喜愛 對於Saki來說 不僅是偶像般的存在 就像是帶領自己前行的大哥 Saki帶著期待的心情來到拍攝當天 但大家看到我們龍哥的出場方式時 呃... 實在是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吐槽了 整個人都是吵點啊 而且那個頭髮超級搶戲的 隨後的拍攝過程也安然無恙 可就在我們龍哥要離開時 Saki才知道 由白龍主持的廣播節目 抵擋不了歲月的衝刷 終究還是要收起來了 聽到這個消息之後 Saki的沒落也是顯而易見的 原來國中時期的Saki 總覺得周圍的人都是敵人 沒有人可以真正的了解自己 就在此時 Saki偶然聽見白龍的廣播 才發現原來世界 並非只有敵人 肯定有能瞭解自己的人 只是還未遇見而已 就這樣Saki遇到的栗子 成為了栗子的夥伴 就如同現在成為了 凡秀秀的夥伴一樣 面對即將離開的龍哥 Saki不顧身份暴露的風險 也要前往電台阻止節目停播 但即便到龍哥面前 也無法改變他離開的事實 不過對龍哥來說 自己只不過是個名字 佐赫真正需要的是那顆熱血的心 就如同他在Saki身上看到的那陣風 在未來也將會吹動整個左鶴 看著自己的偶像要淡出目前時 Saki才認清心中那份憧憬的情感 並說出了那句 面對Saki突如其愛的告白 龍哥也只是輕描淡寫的回覆 等你們長大之後 我們再見吧 直到此刻 Saki才真正的明白平凡究竟是什麼 和朋友四處闖蕩 無話不談的日子 衝擊龍哥每天準時收聽節目的喜悅 與自己原來也會像個普通人一樣 喜歡他人 自己長久的疑惑終於得到解答 可卻是在成為殭屍之後 明明了解了何為平凡 卻一輩子與平凡無緣 意識到自己其實就是個普通人之後 Saki也忍不住落下了眼淚 這次將焦點放在Saki之後才發現 Saki的心智其實並沒有像外表那樣成熟 國中時期的Saki總認為大家要對他不利 特地獨行的他也開始認為 自己是最獨特的那個人 不覺得這個想法和潘妮奇很像嗎? 因為自己是獨特的 當找到同伴時反而會更加珍惜 所以非常在乎自己的同伴 可成為殭屍的他 面對這個20年後早已物視人非的世界 真的成為最獨特的存在時才發現 原來會失去這麼多東西 Saki心中那道獨特的牆 也隨著眼淚一起突風瓦解 直到此刻 Saki的心靈才真正的獲得了成長 如今收拾好心情的他 也接下了龍哥的節目與精神 就像當初點醒自己的那番話 Saki也將會用最熱血的靈魂去感染所有人 而Saki最有特色的地方 就是他的不良槍與彈蛇 這道歸功於Saki的生幽 田野瑪美 出生於1987年的他 生幽這條路其實並不是他原本的目標 最初的田野瑪美是以偶像的身份出道 當時他與春船惠離 穿鐵游騎奈和上緣香袋子 一起組成boystyle的女子團體 但好幾步場在五年後宣布解散 而田野瑪美也在解散後 朝著演員與配音的工作發展 直到2012年 飾演Smile光之美少女 才穩定住神遊的工作 可這也並沒有讓他的演員夢消逝 在之後的兩年裡 他也陸續演出了舞台劇 而上個月更宣布了結婚的消息 對象就是在舞台劇中認識的北春亮 就這樣一路來到了2018年 田野瑪美接到了二階堂笑的演繹 成為我們熟知的那個Saki 不過在錄音時也發生過一些有趣的事情 像是導演非常要求神遊們的自然聲線 甚至在劇本上直接寫著 請像燃燒生命一樣大喊 因此第一集裡 田野瑪美真的和Saki一樣 拿著大聲弓對麥克風吼叫 也是個挺有趣的畫面 而Saki的台詞中也時常出現 這裡讓信太陽的聲優 公也爭手為頭 帶起模仿蜂巢 甚至在公也回家時 也是邊喊著亞貝邊回家呢 最後田野瑪美也透露 第一季最後一畫裡 看著即使舞台坍塌 也不放棄了精神 與音重新站起來的畫面 讓當時再偏音的自己 也忍不住感動泛淚 甚至最後大家是在錄音室 一起邊唱邊跳來完成錄音 以上就是田野瑪美在錄音的幾個小趣事 那影片也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喜歡這次的影片 歡迎點擊右下角的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下一位將會介紹細物 但應該會先有其他影片插隊 那就讓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